欢迎收看102年9月份的今日花莲县正报道 国际青商会2013年的会员大会 9月7号下午在花莲县立体育馆举行 而副总统吴敦毅也亲自到场祝贺 而8号县长傅坤奇应青商会之邀 分享花莲县政府的治理经验 国际青商会2013的会员大会 7号下午在花莲县立体育馆举行 由台湾国际青商会总会长郭辉宏主持 总统马英九拍贺点之外 副总统吴敦毅也亲自到场祝贺 感谢青商会伙伴为社会以及国家所做的努力 在推动国际活动以外 对国内的各项事务也都热心的参与 不但让青商成为一个非常有机能 有效用 而且对国民的服务 协助政府推动各项社会公益的活动 文化艺术的推广 乃至于社区的各项软硬体的建设 我们青商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另外县长也应青商会之邀 特地进行突破困境迈向成功的专题演讲 向全国商界领袖分享花莲的幸福秘诀 这个大会的地点在花莲来举行 我们一生比较欢迎 花莲市台湾真的是风光明媚 而且这个认为破坏最少的一个城市 也是在整个 或者是台湾所的乡亲心中 认为最幸福的主要城市之一 所以八城九市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同时呢 我们现在对大陆的持航的部分 我想定期航班 每一条航线都是花莲市中自己打出来的 包括我们对山东的京岛跟吉兰 定期航班 跟天津市的定期航班 跟浙江省会的杭州定期航班 跟河南省会的郑州 这都定期航班 还有这个湖北省会的武汉定期航班 现在在谈的就是香港 现在谈的是香港 上海还有深圳 在密切来谈 希望在明年能够正式的定期航班之航 副县长强调在全国普遍财政艰困下 地方政府唯有落实基础建设 积极招商引资 才能够落实优质的公共服务 创造有感实证 行销花莲的观光发展 县政府在9月24号 特地举办了玉璃面节的活动 邀请到千人品尝玉璃面的美味 另外县长也亲自主持了观光推展委员会 并指示各局处能够协助地方产业 带动上机 行销花莲的观光特色发展 县政府在9月24号 特地举办了玉璃面节活动 不仅由县长傅昆琦 亲自担任代言人 更邀请到千人品尝玉璃面的美味 借此推展玉璃小镇的美食之旅 吃过以后 非常非常难忘的 就是我们这么大碗的 我们的玉璃面 在台湾远近驰名 更是让国际观光客来到了我们玉璃之后呢 一品尝我们来去最有名的玉璃面之后啊 这个下一次啊 还啊 这个闻香下马 滋味停车 一定要好好的再来花莲 为了这碗玉璃面啊 还要再一次啊 来这碗观光 来再一次尝鲜啊 品尝 让人久久不能忘怀的玉璃面 今天是我们哈雷县政府所举办的 我们的观光盛会 也是我们的玉璃面节 希望我们所有全国的乡亲 千万要记得 哪里的面最好吃 绝对不是啊 什么哪里哪里的什么牛肉面啊 哪里哪里的什么面 说实在 没有来过花莲 南区吃过玉璃面的 等于这一辈子没有吃过面 不知道什么叫好吃的面 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 能够全家丽领 我们最美丽的东方瑞士 另外县长也亲自主持观光推展委员会 并指示各局处能够协助地方产业发展 带动观光商机 主要的我们的这些中央首长 或者是我们地方的从业人员 还有我们教育界的前辈 能够啊 一起为我们这一次啊 第39次的会议啊 一起来为花莲的观光 来提出更多的想法 也一起啊 为我们花莲的观光来把麦 这段时间呢 我想我们不管在哪一个工作岗位 我们都是啊 全心全力在为花莲的观光 在推展的 那彼此啊 大家都非常的尽心尽力 那要再一次谢谢啊 这个我们所有的委员 大家一起啊 我们来集市广益 希望今天我们有更多更多 很好的一些想法和方法 能够啊 提给我们的大会 能够做一个啊 清楚的一个啊 做法 能够啊 这样子能够提出来 跟中央相关的单位 或者地方 这个相关陈业界 能够啊 很多的一些想法 看法能够好好地推动 尤其更提倡加强宣导 遛狗不流变的政策推动 非常重视社会福利政策的县长傅昆奇 9月份分别参与了 积水募款音乐会 得发慈善基金会 以及秋节生活物资发放等 照顾弱势的公益活动 同时更感谢来自社会各界 善心团体对花莲的关心以及建设 非常重视社会福利政策的县长傅昆奇 9月份分别参与了 积水募款音乐会 我们这个偏向 能够有机会啊 来欣赏这么高水平的音乐演奏会 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动 尤其呢 它背后所包含的意义 是为我们最继承弱势的 我们脊椎权商的这些乡亲啊 能够提供他们电动车的一个购买的基金 而他们发愿啊 要募集一千两百万元 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以穷乡来说啊 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而目前啊 就已经募集了七百多万元了 我想我们会这个充满爱情 并帮他付出行动 能够带领到天乡的我们陈首师陈探长 我们再给他感谢一下 那我们现场的每一位 我们的音乐家 我们给他们谢谢 我想这是除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古典音乐饗宴 那更重要的是 希望我们的乡亲 大家能够啊 共同响应啊 慷慨解答 让这个爱心散感的目标啊 能够来达成 得发慈善基金会 以及秋节生活物资发放等 照顾弱势的公益活动 除了祝福乡亲们佳节愉快 也期盼社会各界能够投入更多的弱势关怀 除此之外 包括新城乡的人本人木桥兴建 县长也特别感谢嘉义行善团的付出 让来往的村民能够行得安全更有保障 我们林党首长 待命啊 还有班党首长 我们待命啊 我们所有啊 在社博我们家里啊 这个慈善团体啊 出现团体 可以啊 把这份爱送来我们花脸 咱说实在 去这两条条 过了千万啊 咱说实在地平政府啊 我们当年的复理 他就要付很多 排一百三十几个的座 我还没做管长就应该排那么多了 所以我那时候就 当年的复理事情 我会付出 我们历史的地方 有这么多历史的兄弟来照顾 所以说我们今天要特别啊 除了要谢谢我们林董事长 跟我们兴赛团的每一位伙伴 还有啊 我们林兔发 林董事长 还有这个我们的陈董事长 要特别给我们前智力前乡长的 弃而不舍的精神啊 来表达啊 这个感谢 而月光寺关怀弱势家庭的善举 也获得县长由衷的感谢 来照顾这些我们周遭的好朋友 好邻居 很期盛的感谢 毕竟啊 花莲还是一个天象 有非常非常多的弱势的乡亲 尤其啊 在花莲 我们的身障比例 我们的身障比例 人口的身障比例 是全国最高 民最高 所以是明福其实的 弱势的天象 所以我们特别需要 社会各界的慈善的 这样的一个力量 跟资源 来照亮我们这个穷乡 那在这里呢 特别要谢谢我们佛光山 不只把佛祖的慈悲 跟光芒 带到我们的花莲来 更把爱心的资源 能够长年关怀 我们地方弱势的乡亲 昆喜啊 要谢谢我们庙寻法师 来自从接掌了 我们这个月光寺之后 在地方的整个的 不管是庙务也好 各方面 以及社会各个城市 各个城市的 这样一个关怀跟交流 都为我们佛光 月光寺啊 增涉不少 期盼受助家庭们 能够长保感恩之心 而温馨的九月 除了最重要的教师节表扬活动之外 县长也分别参与了 模范司机 既有导户志工 以及地方芳草人物的表扬活动 肯定获奖人员 默默为地方付出的贡献 庆祝教师节 县长傅昆琪 除了感谢教师们的付出 及辛劳 也特别表扬了 优良教师 共计393人 肯定获奖教师们 在教育的无私奉献 今天呢 是一年一度的 我们教师节的表扬大会 昆琪要再一次啊 对所有在我们 偏乡花莲 投入基层教育的 各位敬爱的各位师长 来声表谢意 让我们后山这些幼苗 这些子弟 能够受到各位 因因奉献的这样一个培育 让他们有最好的基础的教育 从幼儿园国小国中 一路培育到高中 而后呢 我想的是培育到高中 还没有到外县市去念高中的 在花莲念高中 都还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 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 学习的成果 那当然呢 花莲啊 虽然地处偏向 但是呢 我们这里的整体的 这个居住的品质跟环境 以及啊 我们的民风 跟社会的道德观 在台湾啊 都是首屈一指的地方 我们更希望啊 这个教育杂根的工作 不止呢 能够好好的培育啊 我们的下一代 更希望呢 花莲这块乐土 能够代代传承 能够不会啊 有所变化 除此之外 县长也分别参与了模范司机 所有 这一次获奖的 各位模范司机 以及我们模范的志工 我们在场 所有敬爱的 我们的志工伙伴 还有我们所有快乐的 我们老人会的 各位姐妹 各位 我们的 所有在场的 我们各位师傅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欢迎是一个 很温暖的地方 虽然 我们是一个偏乡 但是 我们希望 这块土地上 所有的老人跟弱势 孩童 都能够得到最好的照顾 让年轻人 能够没有压力的 去打平 去服务 我们要怎么样 能够让花莲 在这么困难的 结局的预算当中 不只要让花莲 能够发展 更要让花莲 能够成为一个 照顾老人 照顾弱势 辅助儿童 重视妇女权益的 这样一个现实 既有导户志工 这个感谢 当时都是一些 导户老师 还有这个家长 大家一起啊 同意合作 那个时候 那个厂城的竹端倪放下来 厂城的竹端倪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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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很平安的过马路 毕竟啊 马路啊 都无口 所以呢 那怎么样让你的孩子能够 在校园里面能够 能够 平安的上学 能够快快快快的回家 这都是 中间非常重要的工作 今天表扬的这些 打护资工 包括老师等等 都是啊 过去 合入非常多的心血 在维护整体校园的 这个安全跟交通 这个贡献着促 我们要深刻感谢 刚刚还听到有 已经服务十七八年了 十八九年了 哎呦 这个真的是 很感恩的一件事情 我想 花年的美 花年的好 就是要大家 共同来维护 那比我们的孩子呢 比我们的下一代 更是一个首要的一个工作 以及地方芳草人物的表扬活动 感谢大家敬奏的 我们今天 真的是芳草带